來講這兩位女學生 是跟學校切割模型 要來刮畢業的作品 土火的原因 真有可能是跟這個切割模型有關係 現在也要真一步來了解這個土生推 是不是有收起來 這些地區土生困難 差一點點來出人命 不要有學生 他們是景觀系四年級的學生 準備教畢業報告 所以還沒有開學 他們就上來這個做功課 相對我們初步判定 這個土火店在五樓一間九層 平常在六樓的便所 叫出兩個已經分期的 境關系四年級的越學生 現在竟然聽說 這兩位大樓比較接觸到違憲 是卡在這個 建筆力跟濃積力的問題 那我想我們都積極在辦 土生推有收起來到底是怎樣 我們在檢查消防設備的時候 都是符合規定的 回舍處的時候 幾乎14人走去六樓用台 一般建議應該向荷民土生 因為因為土火店在五樓 向上面走是對的 但是不能密入便所 那都是塑膠門 而且為了通風 都有一些門縫或者是通風口 所以我們都不建議在廁所 做避難 加在現在中小兩位學生 進行有比較穩定 後方也提醒問一年 都會做安檢 也說火災並沒有影響到開発 不過學生競爭要要過的驚 謝謝ğim 謝謝你們 我們要去尋找 我們要去尋找